戴紫瑩 这次和戴紫瑩结束了今天的决赛之后 你心情怎么样 过程中的感受是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我和戴紫瑩第一次交手 我是自己是非常期待 也是非常渴望去跟他 能够向他学习 因为她是非常优秀的女单选手 所以我觉得今天在比赛当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她的球的变化很多 让我可能有些错不及防吧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断练 这次我第一次和戴智英 我真的真的想要学习她 我面对比赛准备了很多问题 她是一个很好的比赛 她是一个最好的比赛 如果我们请问她 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比赛 第二次的比赛是比赛 比赛是比赛的比赛 看到你第一局的时候是比较领先的吗 然后也成功拿下了第一局 然后第二局的比赛会比较落后 然后这两局的打的过程中区别在哪里 我觉得一个是速度上吧 因为第一局自己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然后第二局在我换到顺风边的时候 包括有一边侧风她会控制的比较好 然后自己可能在精力上没有盯住吧 一下被她拉开了 我觉得一个重要的点是速度上 在第一次的比赛 我可以玩很快 然后第二次的比赛 我感觉到她的比赛 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 你觉得是不是因为戴子英 她可能把比赛的资历比你多 所以她可能更稳一些 我觉得第三局在换边的时候 我们比分其实是相识 然后我可能在换边后 因为我觉得那边会稍微的难打一点 然后在关键分其实也没有她打得那么过断 我觉得还有很多细节是需要去统结的 因为今天是父亲节 我想祝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 然后最后对我爸爸说 老爸我爱你 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日 我希望祝所有父亲节日在这个世界 对我父亲也很爱你 告诉她它没关系什么她 她父亲已经在祝福了 她想要跟你说 你今天拿不拿奖牌 你父亲一定会给你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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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已经在约翰 她们在约翰 看很多视频 她们在约翰 所以当她在约翰 当她在约翰 什么是很不同的 什么是很不预测的 她们在约翰 她的约翰 对她们在约翰 跟他现场这样打 你觉得会有区别吗 还是跟你学习到的一样 我觉得看在录像里面 看和自己感受还是不一样 因为场上对他的出手的节奏 包括他的进攻 他往前有一些停顿 我觉得他的线路是比较灵活的 所以会让我比较难受一点 当然的感觉是非常不同 在视频里面的感觉 戴智英的角度非常好 她的攻击很快 她能比较她和其他人的攻击吗 她能比较他和其他人的攻击吗 你今天跟戴智英打 有没有感觉说 他和其他的女端的哪位选手 打的方式很相似吗 还是他有自己的打方式 我觉得他就是有他自己的特点 然后我也很期待下一次 与他教授会在全力冲击他 譬如同一辆打折 他有自己的特点 所以我也很期待 明镇再次度过来 我能够再次演习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